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一题 关于深水区和浅水区 如果我们真的去观察水上的波浪 我们会发现 它是以波浅的形式的形状在往前传 什么是波浅 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线 然后它会跟这个线垂直的方向来传播 那题目很好心的帮我们画出来 所以同学看到这个线 不要以为是光线这样下来 不是喔 不是这样子的 是这个线代表这也是波浪 波浪其实是向左右传播 而不是上下 不是不是 是左右 题目也很好心的画出 它向右传 然后 如果我们去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频率不变 频率每秒 从深水进到浅水 多少个波 就是多少个波 在深水区 频率是5 那进到浅水区 频率也是5 在深水区 频率是10 它不会突然 蹦出更多的坡 好 那 根据观察的结果 我们会发现 在深水区的坡长 会比较长 在浅水区的坡长 会比较短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 去算坡数 或者直接观察的结果 你会发现 深水区坡数比较快 潜水区坡数比较慢 好 所以呢 我们只要看它的 如果只看它的 一瞬间的图形的话 我们就看它的坡长 就可以去判断 它是在深水区还是潜水区 因为 频率不变 频率不变 所以 V就会正比于λ 所以 这个 A区它的坡长是4 看起来比较宽 看起来比较宽 那 B区看起来比较窄 所以 A区是深水区 A区是深水区 然后 再来第二题的话 就只需要带公式就可以了 坡长 乘上频率是坡数 它的频率是10 然后 坡长是4公分 所以 所以 这样就可以了 赫兹就是每秒几次 所以乘起来就是 每秒40公分 这是深水区的坡数 那潜水区的坡数就会变啊 那它有给这个角度 根据实验 根据斯乃尔等人的实验 发现说 深水区 潜水区的路射角 和折射角的正弦值呢 就可以代表 这个正弦值的笔值 就会跟它坡长的笔一样 然后 从波动的理论来推理的话 也会 跟它在这两个戒指的坡数 的笔值一样 再说明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 斯乃尔定律 或者说折射定律 路射角的正弦值 比上折射角的正弦值 就会等于 路射的坡长 比上折射的坡长 就会等于路射的坡数 比上折射的坡数 那今天呢 题目画出来的 这个角度是 坡前跟界面的夹角 坡前跟界面的夹角 那从几何关系上看 就会发现 坡前跟界面的夹角 其实就是 路射角和折射角 因为 从几何关系 同学可以自己看出来 这个地方是53度的话 那这边也会是53 因为 我们画的这里是 90-53 可是这里 坡前 和行径方向是垂直 所以上面这段是 90-53的话 那这一段就是53了 好 所以 其实 虽然它没有画出路射角 但是 看 坡前跟界面的夹角 就可以知道路射角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算了 如果 sine sine 53度 比上sine 37度 就会等于 4 比上 nambda b 就会等于 40 比上 b b 好 所以 nambda b 是 sine 53度 是5分之3 sine 53度 5分之4 sine 37度 5分之3 所以 nambda b 就是3 公分 b 折射坡的坡数就是 30 30 好 谢谢 其实这就是用 斯乃尔定律来算 还有重点就是 坡从 深水晶到浅水 它的频率不变